相语和刘邦 向起义军反扑 起义军孤军作战 终于失败了 陈胜和吴广也被叛徒杀害了 听说陈胜吴广都死了 我们老家会计那儿啊 闹得也挺厉害 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项梁 和他的孙子项羽 都在弃兵造反啊 是项羽 我听爸爸说起过他 那项羽啊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他身材魁梧 又挺聪明的 可就是不喜好读书和习武 我的儿啊 你给我听着 你要看熟这些书 好为将来出人头地 打好基础啊 念这么多书 有什么用处啊 学会了不过记记自己的名字 诶 怎么能这么说呢 叔叔 我 啊 既然你不愿读书 从明天起跟我学见好了 不练了 不练了 你又怎么了 嗨 就算这剑练好了 也只是和几个人对杀 没什么了不起的 要学就学打大仗的本领 哼 你小子口气倒不小 那你看兵书战策 统领千军如何 啊 对 就学这个大本领 项羽啊 可是个霸气十足的人啊 据说他和项羽啊 已经聚集了几千人了 哦 啊 我们该去会机看看 好啊 毛毛 这是到哪儿了 哦 我也搞不清楚了 哎 那边有人 过去问问 嗯 啊 请问大叔 到会机怎么走啊 是啊 我们要到会机去找项羽 你们要到会机 哦 去找项羽 正好同路 佩公 我们带上他们吧 哦 佩公 你就是刘邦吗 嗯 好 张良 我们还是上路吧 毛毛 刘邦可真生气 哦 是啊 为什么大家都叫他佩公呢 啊 我 我也不知道 哎 张良先生 啊 为什么人家都称刘邦为佩公呢 哦 这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呢 他本来在佩县当庭长 有一次上司派他押一批民夫到离山去做苦工 但是路上每天都有几个人开小叉逃走 你们到离山去做苦工 不是累死 也是被打死 就算不死 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乡 我现在把你们放了 你们还是自己找活路去吧 哦 哦 那您怎么办呢 哼 反正我也不能回去 逃到哪儿 就算哪儿吧 刘邦长 你看我们几个早已家破人亡 能逃到哪儿去呢 不如我们跟着你去吧 请你收下我们吧 哎 既然这样 只好如此了 从此 他们跑到枝荡山躲了起来 配见的文书萧和敬佩刘邦是条好汉 暗地里和刘邦来往 等到陈胜打下了陈县 萧和就带着配县的百姓造反了 他们把刘邦从枝荡山接了回来 请他当配县的首领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配宫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小齐 快点 项羽可能在那边呢 哎 诸位英雄 欢迎你们的到来 刘邦确实气得不烦 项羽也确实是个人物 哦 他就是项羽 今天我们相聚共图反秦大业 但是目前各地局势混乱 各自为政 我们如何能使大家统一在一起呢 项将军 依我看 不如以我们楚国为中心 重新设立楚王 以号召天下 哦 那立谁为王好的 我们应该把流落在民间的楚怀王的孙子 找来立他为楚王 也好 当年楚怀王一直做人质 死在了秦国 楚国人一直为他抱不平 为了纪念他 我们不妨把新王也称作楚怀王 哇 这要有一个新的楚怀王了 哈哈哈 比计温暖